大家好,如果說到漫畫史上最莫名其妙的結局 很多人可能都會想到烘焙王最後的大暴走 我之前本來想講一下卻發現早就有人講了讓我很失望 但是身為大便觀察家當然還留有幾個有名的衝擊大便結局沒有分享 今天就來看看幾部結局超莫名其妙的作品吧 首先是2016年在週刊少年MAGA警連載了44話的史亮球 他是那個魔法少年賈修的作者雷劇老師的新作 劇情在講主角米粹上的高中常常會發生不可思議的現象 而有一天米粹就目睹了同學群青在跟巨大蜥蜴怪獸戰鬥的場面 用自己的拼圖技能化解危機的米粹 從此被捲入了跟迷之生物思念體之間的戰鬥之中 讀起來有點像替身版的賈修 主角的能力將素材變成好用的道具 利用巧思來打倒敵人的構造非常有趣 熱血的戰鬥跟感人的羈絆都具備 可以說是有化身經典名作的潛力 但唯一不行的地方就在於主角喜歡嘲笑仇女的這個設定 他的興趣是觀察學校裡的各種仇女來消解壓力 主角的朋友吃妹君還會使用操縱仇女的忍術 像是讓50個仇女去跳水的仇女50連鋪 還有讓天空鋪滿仇女的仇女大銀河 先不提這到底好不好笑 貫穿整部作品的外貌攻擊 度定會讓這作品不被大眾所接受 而他結束的方式非常的慘不忍睹 才剛打完一場精彩的大戰 讓人期待接下來是不是要開始打大魔王的時候 最後一話主角想要朋友的吃妹君變得更強 就要他去吸收思念體化為自己的力量 吃妹君就使用了奧義仇女三大鬥神 召喚出了亮子、沙寶裡、丘子來打倒思念體 可以發現兩個是有名運動員一個是歌手 哇勒直接嗆實際存在的人是仇女也太越界了吧 人家沙寶裡都還沒結婚 然後仇女們就給思念體造成大傷害 吃妹君就在使用仇女泡麵 變成泡麵的仇女們就打倒了他 然後吸收人家的時候 吃妹君就說 這是螃蟹口味欸就演完了 這部作品的最後一句台詞就是 這是螃蟹口味欸 哇勒作者到底想幹嘛? 至今為止的伏筆劇情勒 正因為有前面的熱血展開 這收尾真的非常讓人失望 那麼為什麼會收的這麼爛呢? 作者雷劇老師在部落格表示 這部作品人氣低迷 編輯部就提出了新展開要我畫 但這新展開我實在是生理上無法接受 我用了一個月想盡辦法要消化他 但還是無法繼續畫讓自己不舒服的展開 這一個月我腦中只剩下絕望感 什麼都想不出來 就拜託他們讓我結束掉 想要做收尾我也完全無法思考 就直接結束掉了 雖來說編輯可能太頑固硬要他畫不想畫的 但亂嗆實際人物辜負作品粉絲也不太好呢 總而言之去掉最後也算是不錯的作品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哦 接下來介紹2018年在Jung Plus上連載了25話的奈米危機 劇情在講未完成的奈米機器因為意外被散佈在大街上 而受到奈米機器感染的主角原成就發現自己獲得了特殊的力量 從此被捲入了圍繞著奈米機器的陰謀之中 那麼這部作品坦白說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變作 首先作畫沒有躍動感很多地方都不自然 像是這裡有個催眠能力者叫兩個小混混互毆肚子 然後這張圖到底是三角根本沒在打肚子啊 還有這裡有個能力者在喝血旁邊的音效竟然寫啫嚕啫嚕啫嚕 我咧啫嚕啫嚕應該是寶寶吸麵條的聲音吧 然後台詞也很莫名其妙 像是這裡老師說昨天有兩個同學自殺了 大家就誒誒誒什麼誒啊 有人死了反應也太平淡 然後這裡有一個刑警看到有人噴火燒死人就想 天花板沒有灑水氣啊 我咧面前出現一個人在噴火燒人 我第一個念頭是天花板沒有灑水氣啊 最好會這麼想啦 然後主角的手指頭突然感到劇烈疼痛 他想的是好痛 要是不把手指裡的異物射出來會很不妙 我咧突然感到身體裡有異物最好是會想我要把他射出來 你是在打飛機哦 反正就是每一話都充滿吐槽點 這部作品光看劇情明明就是走黑暗路線 卻因為畫工跟極為不自然的台詞變得像搞笑漫畫一樣 我個人很想介紹的一話是主角對上一個會噴火的性感女人 女人就想阻止她行動就突然露奶奶說時間停止吧 我咧原來胸前兩顆還可以這麼使用 D.O.都要嚇一大跳 主角突然看到奶奶就停了一下 但女人還是打播到她 主角就戳中她的奶奶說已經結束了 你不投降我就射穿你的心臟 女人就說不要按我的奶頭小神鬼 射巧鬼 我還有殺手劍沒有使用的 說是殺手劍不如說是殺口劍呢 呃殺口劍到底是什麼啊 強調一下這是一部很多人會死的黑暗漫畫 絕對不是什麼搞笑漫畫 那麼她的結尾在網路上造成了巨大的話題 被說是足以名留Jump歷史的超展開 首先主角跟敵方的能力者組織開始正面對決 主角馬上就開槍打死對方兩個人 然後被一個用刀的砍倒 就拿出了一天只能喝三顆的強化藥說 是男人就全部喝就把整罐倒下去 力量就大爆走又把另外兩個敵人弄死 蛙勒一下就掛四個至少也露一下能力吧 這到底三小能力者集團 然後用刀的敵人也強化自己準備開打 主角就使用骨叉直接刺死他 站在後面的大魔王也躺槍而死 沒錯作者直接用一格就同時殺死小Boss跟最終Boss 然後大家都掛了奈米機器散播到全世界 人類就這樣滅亡了 然後經過了46億年奈米機器再次啟動 創造出了主角和他女朋友演完了 蛙勒打大魔王毀滅世界 人類誕生全都在一話內搞定 這麼誇張的結尾反而讓人有種莫名的爽快感呢 只是站在那邊就被波及而死的最終Boss也太可憐 總而言之這一部奈米危機真的很靠腰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喔 最後來介紹1996年在週刊少年Jump連載了82話的墓章 它是一部描繪了高中棒球社日常的搞笑漫畫 不過裡面沒有任何打棒球的場面 只有一堆人氣作品的惡搞 還有實際人物的嘲弄跟低級下流的黃腔 看了只讓人覺得原來這可以載在Jump上面 要說他有多誇張 最有名的一個橋段是作者的穆多老師讓自己的責任編輯在漫畫裡登場 然後說我明明已經結婚了 但跟擔當的女性作家有肉體關係 直接在漫畫裡暴露了編輯的外遇 而那位編輯看到就說如果因為這樣離婚都是你的錯 結果之後真的離婚了 除此之外作者畫的東西也給很多人添麻煩 在當時的Jump是有名的問題兒童 而這樣的作品完結的方式也帶給大家前所未有的衝擊 首先在漫畫裡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抱怨自己週刊連載很辛苦 一年只能放三天假什麼的 然後在第82話的時候他終於到極限了 直接讓自己在漫畫裡登場說 這一話就是最終話了 因為我幹不下去了王八蛋 我要休假 我受夠了壓力讓我胃痛 好不容易撐到合併後可以休假 卻要特地去醫院看醫生 還有助理們都性騷擾我 編輯一直催我炒死了 這種工作我做不下去了 第一步完結 瓦雷又曝露勞動環境又直接完結 現在的Jump絕對不能載這種東西吧 而關於連載結束的理由 作者在完結之後寫說 沒錯我要結束連載的真正理由就是 我無法把巨大的大便給沖掉 那樣的我已經無法再繼續連載了 沒錯所以理由就是單純的大便很大 這就是真正的理由 嗯果然腦袋很有問題 沒想到我介紹大便作 還有一天會介紹到真正的大便理由呢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部作品超好笑 好幾次都讓我笑出聲音來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喔 那麼今天的漫畫衝擊結局就介紹到這裡了 有沒有更新了大家心目中的莫名其妙結局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再見 再見